Leo聊世紀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蒙古人對上斯拉夫人 這張地圖是超級隨機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的超級隨機 四個遊牧開局 一開始大家的村民都會在地圖上各自亂跑 那這邊紅方已經下了TC了 這個紅方是斯拉夫人 是Jordan 那對手呢是MBL 不好意思 這邊 玩家們喔 這個名字沒有糾正 好 改一下 藍方呢是MBL 是我們熟知的高手MBL 同時也是台灣女婿 他跟我們知名的四季帝國實況者小恐龍 好像在一起的樣子 那他目前偶爾都會跟小恐龍一起在Twitch 或Youtube上面發布一些新的作品 那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他們的頻道做個觀看 他們的互動也是相當有趣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場比賽 蒙古是選擇在金礦跟石頭處開TC TC下的時間偏得很晚 46分 這個46% 但這邊已經63%了 大概差了10%的時間 Jordan是第一時間就下的 那其實在遊牧這種圖來說的話 TC是越早下越好 那也不能下一個太爛的地方 那蒙古這邊選擇下TC位置還不錯 那不知道有沒有掌握到對手的位置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好 那目前是沒有看到對手的TC位置 有點尷尬 繞了一大圈但是卻沒有看到任何人 這邊是有看到對手的羊 這個現在是沒看到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好 看一下對手有沒有看到 然後 對方呢 好 那紅方Jordan這邊 也是沒有看到MBL的開局位置 兩邊都是盲猜的一個感覺 那這場地圖呢 是超級隨機的關係 所以其實肉類很多的 因為它有點像遊牧吧 那我們遊牧最常常出現的東西 就是野豬跟鹿 這個野豬到處都有 那鹿肉也是 那我個人打遊牧的習慣 都會派3到4村去外面打獵 然後一直打獵一直手 然後剩下的事情 就是一直瘋狂拉豬 然後有機會就把豬拉回來 所以有時候我會拉到四村 三個人吃鹿肉 然後在遷徙的時候看到豬肉的話 再用一隻村民去把這個豬拉回來吃 那在遊牧的時候 這個效果是還蠻不錯用的 也可以算是增進自己 在遊牧的一個流程上的一個優勢 雖然現在大家打的都是 有海有牧居多 那無海有牧的話 就可以嘗試像我這樣 去到處吃鹿肉跟豬肉 這邊看到上面有豬肉嗎 好像來的過程有看到這頭豬 這邊是決定先蓋個房子 那無海有牧跟有海有牧的差別 差別是在木頭還需要這麼找嗎 因為有海有牧的話 是需要蓋碼頭的 所以我們趕快蓋出碼頭 然後照漁船去補 才會增加自己的經濟實力 但是 無海有牧的話 就是比較專注吃肉的部分 所以MBL這邊選蒙古的話 前期會非常的強 因為蒙古這邊吃鹿肉 這個打獵的速度會增加40% 非常速度 非常快的那種 那所以這邊斯拉夫 可能就要小心一點 對手的一個超級大馬爆 這個赤猴 赤猴馬爆過來 可能會抓到很多村民 那蒙古這個文明非常特別 那到青騎兵的話 這個赤猴 不是赤猴 應該叫青騎兵 青騎兵的血量才會加30%的血量 所以他的最危險時間 應該是在城堡這段時間 是最恐怖的 那斯拉夫的話只要撐到城堡的話 自己也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因為到城堡時代之後 斯拉夫也可以造這個貴族鐵席 做一個反制 那貴族鐵席的話 我們之前的影片有介紹過 防禦非常硬 尤其是這個近戰防禦 所以這個肉馬 打這個貴族鐵席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傷害的感覺 所以斯拉夫兩邊的一個流程 都是在於城堡時代升級 那沒意外的話 兩邊應該是會打一個直城 那這邊木頭開始挖了 挖六個人去挖伐木 那肉獵的話一樣在吃 那已經拉了三個人去吃這個打獵了 那這邊射一下 然後蒙古這邊 卻好像已經知道對手的一個位置了 已經開始在圍家 可能看到有綿羊從上面走下來 那這邊鹿也趕回去 第四頭豬也拉了回家 這邊還沒有去外面打獵 這個外面的鹿肉還沒開始吃 現在光拉住就吃得差不多了 這個速度吃得非常快 你看這個速度 521 吃完 我們要去吃羊不用 直接把豬拉回家 繼續吃 OK NBL這邊拉著都拉得非常漂亮 都死在這個TC裡 豬肉就是要死在TC裡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那右邊這邊反映自己圍好 那基本上NBL的防禦已經完成了 他這邊的地方是個高地 你看這個地形非常漂亮 右邊都是高地 那他這裡圍的地方 剛好就是這個高地的一個終點 他圍的範圍非常巨大 直接圈地圈了起來 那反觀斯阿夫 這邊慢慢的把這些經濟農起來 有啊 有放下一個伐木場 準備要來上到這個封建時代了 那感覺這邊是沒有要打直層 這邊要打直層 可能會有點困難 可能還是要先上封建 然後再慢慢的上到直層的部分 畢竟Jordan這邊是 還會去顧慮對手的一個肉馬開局 因為蒙古封建時代肉馬實在太強了 肉量實在太多 所以這個直層可能會出事 尤其是自己的家裡 沒有不好為的情況下 直層是相當危險的一件事情 那先上封建時代的好處 就可以下均勻 那就可以有效地去出長槍兵 克制對手 畢竟自己黑暗時代 是只能按棒棒的 沒辦法按到長槍兵 所以上封建時代 這邊還是會比較好一點 那蒙古這邊 感覺是偏向於要直層的感覺 穿米樹越暗越多 21吋 那大家會還在挖金礦 去做一個採集金礦的動作 然後來上到城堡時代 但是他這附近 一個金礦都沒有 那這邊Jordan已經看到對手的城門在這裡 就看到了 原來你的門口在這 直接抓到 那MBL很尷尬 金礦處都在後方 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到 連這邊邊角角有一塊金礦也在這個位置 哎呀 MBL顯得有點尷尬 這個金礦都在後方 好像沒有看到 那看一下這個 視野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左邊有一塊 金礦跟石頭 那這裡家裡 這裡還有兩塊金礦 所以一開始挖金礦還是沒問題 但他的金礦都偏後面 OK 那這邊直接決定下方封建時代 先來插一座劍塔 但是蒙古這邊要直層的關係 所以這邊 並沒有劍塔可以反制 所以這根塔就直接插到TC了 稍微有點危險 好這邊直接第一牆進來 這邊好再補一下 木牆 這個有有有在補 OK 左邊繼續圍 這邊要再圍到底嗎 這裡還有一頭豬跟鹿肉 這邊有點猶豫喔 要不要直接圍下來 好直接決定要圍下來了 果然是這樣子 好長長兵 然後前置劍塔 這邊可以收村 做一個反制 好這邊圍出一個防線來 讓對手沒辦法直接進來 這邊捕獲的陽性數量蠻多的 九隻羊 好那這邊MBL已經被迫上封建時代 但是這個經濟是沒辦法上到直層的 可能還要再吃點羊肉 但這邊沒有直接吃羊 反而選擇先下農田 那這邊MBL前期經濟可能會很傷 好這邊在等待封建時代一好 要來插劍塔反制對手 好那這邊先殺個劍塔 沒錯 這就是一個標準觀念 人家已經要侵略進來了 先下個劍塔押金 這裡還可以手下幾塊田 那對手的部分就不用一直搶有劍塔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開始找其他地方打 例如這裡 或是左邊這個位置 都可以 好這邊只要在這邊起個劍塔 但這個劍塔只能弄到一片田而已 有點小虧 好這座塔我覺得下的沒有很好 但也沒關係 這邊等下升一級射的話 就是要收到對方劍塔 Jodan應該是想要用這個一級射的優勢 去跟對方換劍塔 那待會兵工場應該會馬上就下 好 待會看一下兵工場 兵工場會下哪裡呢 好這邊直步技術一點下 那目前蒙古MBL這邊防守的還算不錯 劍塔甩在這個位置 那左邊再插個劍塔 欸不錯這個位置也很讚 好那這裡有挖石頭 六個人挖有點蠻多的 這台是四到五個人就差不多 挖到六個人真的是偏多 那加MBL經濟可能會受到一點傷 經濟來說可能會不會那麼好 好兵工場這裡補下 果然要下兵工場 好點一級射 那待會這個劍塔 就可以對這支劍塔做出一個輸出了 這裡補一個市集 來擋一下這個洞 好這邊五十黃金 一百五十三肉 可以點一級射 好打出一個洞來 看到對方以下劍塔 先撤退 這邊下市集 可以來調整一下經濟 好那左邊部分也已經圍好了 非常的安全 那這邊用隻長文兵去看左邊的位置 左邊圍得非常大 好這邊劍塔直接在收村 要直接殺掉 這個劍塔的部分 因為這邊有射箭場 所以其實 MBL也不太敢直接用村民去 直接去拆這個劍塔 結果還是要直接 拆了嗎 好這邊直接圍一個房子 讓這邊村民輸出的空間變少 所以趕快補下工兵 果然還是要補工兵 但是這邊村民已經衝出來了 好扁掉這個房子 但是 但是右邊這個位置要被入侵了 這邊趕快補 可不可以來不及 好一級是他還沒有點 就等這邊似乎忘記一級射這件事情了 好很尷尬 這個劍塔有在射這四級 趕快補下大城門 防守起來 應該沒有問題 這邊防守也OK 但是這邊如果是被插劍塔的話 直接被掃到墓區號TC的位置 這邊要再補一根劍塔嗎 但是石頭肯不太夠 這邊下了一個成門的關係 耗費了一些石頭 不要忘塔的部分 這些這時候來蓋 應該是來得及 八個人應該會同時蓋好 可能還是會快一點 就等這邊還是快一點 雖然這邊很多人蓋 但有一個在發呆 好 結果是快蓋好一點點 幾乎同時 這邊收穿反制 好一級射還沒有點 進攻場下了一直沒有點 這也是在專注撒田 可能他這邊想說一級射也不點 直接上到城堡時代 就完事了 好那蒙古的前期的壓制 感覺優勢就沒這麼大了 優勢慢慢變減少了 好左邊還下一個劍塔要來防守 這在硬生生完成圓草是不是 直接萬里長城 學習中國的長城技術 好再用劍塔駐守這些長城 非常的漂亮 OK那這邊 Jordan這邊直接插下了一個劍塔 要來突破這個城門 這邊直接扁城門嗎 不點這個蓋一半的木牆嗎 好那順帶一提喔 這個城門啊或者是木牆 只要沒蓋好的情況下 所有建築都是喔 都是沒有防護力的 所以特別好拆喔 你看這個血掉非常快速 所以我是建議喔 如果要蓋的話就還是把它蓋好 因為蓋好之後防護力會比較高一點 像蓋好之後的木牆房就進防2 那就拆的速度可比較慢一點 雖然村民本身就有打建築物 額外傷害的關係喔 所以感覺拆的速度還是蠻快的 OK這邊直接把城門拆爆 這邊又補下更多房子 但是其實這裡有個漏洞 HOLY SHIT 完蛋 完蛋 MBL我沒有發現這裡有個血 欸 卓德尼 欸 卓德尼也沒發現嗎 有發現吧 有發現了吧 有發現了吧 對不對 這裡也有血 好 這邊趕快下個兵工場 快來不及喔 唉唷 唉唷 很極限 很極限 哇 瞬間把這個石槍給敲起來 好 但這個金塔繼續升差 又賺了一個伐木場 好 那正面的部分 這邊要在洗桌塔 但是村民直接出去當暴打一波 右邊這部箭塔也拆的差不多 但是這時間 久等已經上到了城堡時難 這邊有想要拆箭塔 但是旁邊有工兵在做處理 這邊直接把這個箭塔給滴掉 那工兵越來越多 這邊可能要先撤退 好 那這邊 兩邊都點下了一級射 一級射點下了之後 射程都變得非常遠 好 那這跟劍塔騎起來之後 蓋完木場 直接 直接轉頭就走 要來加上這個劍塔 這個劍塔感覺是不能輸的 好 那這時間該會點下二級射 就等這邊兩百肉再存 還差三肉 會點二級射嗎 哇 黃金又不夠 這邊又多換一隻工兵的關係 好 那二級射沒有DC點下 反正是先補下二級伐木 那蒙古這邊也沒有先點下二級射嗎 哇 還是要點嘛 這個不點的話 現在會有點尷尬 我覺得還是要點一下 點完之後二級射 這個防護玉劍塔 亮望塔就可以射到後面的村民 村民就不能這樣爽爽修了 好 那塔公公的優勢 就是可以讓工兵住進這個劍塔 那劍塔就可以增加傷害 反倒是MBL這邊 要放村民進去 才能增加這個劍塔傷害 所以這邊用工兵增加傷害的方式 會比較賺 因為畢竟你村民是可以去挖支援的 一直在這個劍塔裡面 經濟差距就會越來越大 那就等於巧妙利用對手這個心態 因為現在他沒有射箭場 也沒有可以製造工兵的方法 所以就只能用村民 繼續做個對抗 那上到城堡時代之後 可以趕快轉出一些木頭 去下這個工程 工程器製造所 開出頭子車 跟對方硬掌 感覺會更好一點 這邊劍塔可能要爆了 我們再修一下 這邊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後面TC蓋一下 Jodan這邊也是 蓋下來一個TC叫後方 那第三個TC還沒有補效 可能要再做前面一個錢壓嗎 要再做一個工程器製造所嗎 看起來還是沒有 這根劍塔好像要直接被打爆了 但是這個時間已經有650石頭 可以直接在這個地方下來做城堡 就可以把這個劍塔給收復起來 那這邊想要再把這個劍塔 可以請救回來 但是這邊村民差點被射死 哇有點危險 這邊村民拉走一下 不然會被射掉 OK 左邊的位置補下第三個TC 第三個TC這邊蓋得還不錯 可以燒一點黃金 那這張超級隨機地圖 我覺得個人蠻喜歡的 這個蠻有趣的 中間有個大凹槽 而且就是遊牧性質的地圖 有個人很喜歡玩遊牧性質的地圖 五海 五海遊牧是我最喜歡的 雖然遊海遊牧感覺是比較平衡一點 但玩起來有點太累了 五海遊牧的話相對比較簡單一點 OK 那看起來 下面這塊陸續還沒有吃 那應該也不會吃到 現在都會專心來種田 好 工程器製造所點下 還是要補一個投資車出來幫忙 就算這邊是斯拉夫人 所以這邊應該要趕快補下TC 開始灑農田 然後可以的話 可以轉出一些單位 趕快點一下這個城堡 然後再點一下這個螺絲堡壘 做一個寶推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當然這邊的選擇是 升級防禦箭塔 畢竟自己下的箭塔有點多 這個箭塔好像也補太過分 OK 這邊還補一個箭塔 這箭塔越補越多 哇 斯拉夫 從螺絲堡壘優勢打成 硬生生打成韓國 韓國箭塔 還是日本箭塔 自動升級為防禦箭塔這種的 OK 沒關係 好 每個人的選擇都是不同的 好 並不是說 誰的打法就已經比較好 每個打法都有他的優勢在 跟缺點在 好 那這邊有四隻村民 在這裡吃路 那這邊吃路都蠻標準的 都拉四到三村 最少一定要三村 四村是比較好 因為吃的夠快 好 但是這邊有個洞 要小心一點 然後這邊 Jordan 有看到對方的Tc在這個位置 再補下個箭塔 繼續用這個箭塔來封鎖 蒙古的一個經濟範圍 那這邊沒有下這個蒙古圖祭出來 反正照一個投資車 那左邊這個箭塔也沒拆掉 變成防禦箭塔之後 這個攻擊力有點高 7加2 9攻 那他這個本身的防禦只有6防 所以如果裡面有人住進的話 這個青頭的血量會掉很快 而且後面修的人也會被打到 所以用投車去拆防禦箭塔的一個效果 就沒那麼好 反正是用充車比較OK OK 這邊點下了一個蒙古圖祭 然後這邊三隻 現在村民術是70吋對上65吋 村民術只差距5吋而咬 並沒有差距非常大 經濟上來說我覺得是 究人這邊是稍微有點多勢在的 雖然現在MBL的分數是比較領先一點 因為這邊MBL 發太多木頭 在圍這些家 還有這些城牆木牆 這邊都圍得非常大 這邊都浪費掉了 只要被攻破的話 這些經濟的都是白搭的 而且除此之外 投資這些資源上之外 你的村民去敲這些建築物的時間 也被浪費掉了 再敲這些建築物的話 如果拿去採資源 可以拿到更多的經濟 可以拿到更多的經濟 然後呢 就等著分數慢慢往上 開始反超了MBL 第四個TC開在左邊這個位置 開的位置都很不錯喔 都有金礦跟石頭 而且這邊還有一隻鹿 他會蓋完TC 還可以吃個鹿肉 吃個山豬 蒙古突擊三隻直接出門 開始做一個反制 這邊守殺 反而是MBL拿到第一殺 這邊MBL反擊還是不錯的 防守的部分也很OK 沒什麼問題 家裡以上經濟沒有被上太多 但是反而是斯拉夫家裡 要防守這個蒙古突擊相當困難 機動性不夠高的關係 要把這個蒙古突擊打掉的話 只能用戰毛兵 或者是用酸綠直接招響 如果出逃遲車或者是奴炮的話 很容易會被這個蒙古突擊給反制 因為這個蒙古突擊算是工兵喔 但是射這個工程器單位 是有外傷害的 所以很快就可以把這個 充車頭車奴炮 還有火炮 巨型突擊機 直接射爆 所以這個是斯拉夫這邊要 必須注意的一件事情 雖然斯拉夫的工程器很便宜 只需要會有這個15%減免 但是遇到蒙古突擊的話 要格外小心喔 這邊看到蒙古突擊 射三發直接殘血 直接射爆 哇奇射四發直接收掉 這就是蒙古突擊的威力喔 這邊劍塔這個交錯火力 殺的速度非常快 直接把一隻蒙古突擊給收掉了 這邊工兵 是可以有效對抗對方的蒙古突擊的 只要記得喔 馬弓是害怕戰矛 跟工兵就可以了 因為馬弓的造價比較貴 而且攻速也比較慢一點 雖然蒙古的馬弓攻速比較快 可以增加25%的攻速 但實際上還是蠻怕這個有母子環的工兵喔 但很明顯斯拉夫不是工兵文明喔 所以這邊工兵也不會繼續出 要出的話也是轉這個戰矛兵喔 那這邊斯拉夫只是因為喔 自己前面出了太多工兵喔 所以才升為 稍微升級一下這個奴兵喔 稍微增加一下傷害力而已 那這邊比較好奇的是 後期斯拉夫要怎麼打蒙古突擊這個部分 各位認為可能是會打重頭喔 加上大量的騎兵喔 去打一個正面喔 畢竟 重型投石機很多台的話 斯拉夫也比較便宜喔 節省15%的一個資源 然後又可以打倒大量馬弓 那正面的話 他斯拉夫又10%的農田加速喔 所以種田速度會非常快 有這麼多肉的話 可以轉一些肉馬當肉盾喔 當炮灰去前面擋住對方的蒙古途徑 那攻城氣喔 在後面輸出 這應該是斯拉夫最理想的一個陣型 但其實斯拉夫也是可以打步兵喔 他的這個王者四重金冠喔 可以造成擴散攻擊 跟這個半戰廷的 半戰廷勝騎兵一樣喔 點下後勤之後 會有擴散攻擊的效果 所以斯拉夫人的路線其實是還蠻多的 但如果現在走步兵路線的話 可能會被射爆喔 因為馬弓是康德步兵的單位 那蒙古這邊的話 可以選擇出草原騎兵 或是出這個大漏嘛 都可以 那這個漏碼部分 血量非常多喔 可以到118滴血 80漏有118滴 非常好用 但缺點是蒙古的漏碼是沒有這個三級防的 所以會少一點點喔 這個血量 那這個城堡直接射掉這個防御箭塔 這裡已經被卡了一個洞出來 這邊蒙古途徑要去偷打這個投石車嗎 還是要直接走掉呢 這邊直接蓋了很多房子喔 當作這個四野哨戰 這邊看到蒙古途徑出來 又要來騷擾一波 大家兩邊都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了 二級解禁點一下 一防點 彈道雪也開始點 這邊直接刷掉一隻沒問題 射的有點歪 好果冰過來 看到海嘯撤退 左邊看起來應該是 就是這樣子了 並不會再繼續深入了 建議塔慢慢插過來 有點說鎖到這塊金礦了 好 那蒙古途徑點下了拇指 換成升級 哇 現在有帶刀學了非常準 好 那蒙古呢 又慢慢往左邊擴張了 那順便再吃個野味 那下面這頭豬也被蒙古吃掉了 好 果然蒙古就是要吃野味啊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OK 三級房也點下了 衝車升級也點 看來待會要點這個 果然 早炎姬 那之前我們的影片 有那個 大炎上 史上最炎上的那一集 就是衝車非常華麗解決對手的那片影片 那下方有觀眾留言 說這個 早炎姬只是翻譯錯誤 其實事實上應該算是演習 還特別 非常感謝那位觀眾 為我們補充 因為我也覺得很奇怪 這個早炎姬很明顯 不是這種 中世紀該會的東西 但是我們現在也是會講 早炎姬趕快點一下 趕快點 得加布 得加布咧 不點得加布 那這個早炎姬點一下之後 衝車工程器的 移動速度會變得非常快 要衝車速度變得很快 所以我們就會把它叫成得加布 那為什麼是得加布的話 可以去搜尋一下 得加布 偷文字滴 就知道了 這個速度跑得超級快 那這邊羅斯堡雷點一下 2級馬凱 3級馬凱了 然後清騎兵跟戰狼兵都升級 果然也是要出戰狼 衝車這邊補過來 好 馬封過來做一下輸出 收掉 蓋不起來 尷尬 衝車輸出 OK 大衝車在存 這邊在存大衝車的肉量 這個很明顯 待會大衝車還是要補下 這邊衝車想要來解箭塔 但是有村民在這邊輸出 馬功過來救一下 但應該是來不及救 現在時速都在著火 左邊的馬功也被射死 但是這裡有城堡 火力腳踏被射死兩個 馬上就反應過來 左邊這邊補下一個城堡 要來守住這些黃金礦區 羅斯堡雷點一下 記得這個石頭量 只要四百石頭 還三百多石頭 就可以再蓋多城堡 但是木頭要四百木 雖然木頭消費貴了一點 但是可以省下非常多的石頭 可以蓋下更多的城堡 在這張地圖來說 斯拉夫是有一定的優勢帶 好 這邊衝車解掉非常多的東西 大家衝車還沒有點下 一千肉的肉量還是蠻多的 這邊優先點下了 魔物土雞的基金瑞升級 還有點下增兵技術 好 右邊這座城堡加上建塔 就沒辦法做一個途徑 那這座TC也被火火射掉 MBL經濟來到了136村 但斯拉夫有143村 兩方經濟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並沒有說誰非常好 誰非常爛 好 這邊有大洛馬 果然還是要出大洛馬 大洛馬95滴血 來拆衝車的話效果還不錯 同時被這個魔物土雞射掉 也沒有到非常心痛 畢竟不需要黃金 好 那左邊這邊稍微鎖住對方的石頭 這邊殺到非常非常多的村民的樣子 至少殺兩村有了 但村民這邊一直撥過來 就一直被射 然後這邊這邊一個大洛馬 直接衝了進來開始砍衝車 魔物土雞只能稍微往後撤 拆掉一台衝車之後直接撤退 並沒有要繼續深追 OK 這邊你損失的是黃金單位 我損失的只是肉而已 斯拉夫這邊的思路非常清楚 這邊村民直接一個大洛馬 要被肉馬抓到了嗎 哇 跑不了 直接被追殺 被追正跑 OK 好 那這波又再把這個防護箭塔 再一次鎖起來了 但從此又再過來一次 欸 這邊居然蒙古點下了駱駝的升級 那蒙古打駱駝也是很OK的 雖然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就是一般的駱駝 但是打這個肉馬 還是相當好用的 但我是覺得蒙古結出肉馬 好這個黃金喔 全部留給蒙古圖記就好 黃金出蒙古圖記 然後搭配肉馬當洛頓 好 但是這邊要準備工程了 工程器 開始跑出來了 三巨頭 那斯拉夫的這個工程器的減免喔 是不含巨型投石機的 所以造價一降式兩百斤喔 非常昂貴的 巨頭直接開始砸化學點下 好 但是這邊已經有稍微少量的檔管已經串進來 右邊這個位置是個開口 並沒有把門堵住 這邊肉馬開始慢慢補進去 這邊進去 這邊進去投石機 直接被射爆一台 忘了圖記 工程器的速度還是很快 但是這邊有戰毛兵 戰毛兵 防禦力已經疊滿了 但是還是很痛 好 陳寶點下 收掉 這邊開始往上面進攻 好 但是這邊射速很快 這邊趕快直接補肉馬了吧 補這個大肉馬 然後把隊以為死喔 哇 現在斯拉夫到處在開戰 上方這邊直接淹了過來 加上戰毛兵的效果 魔術圖記十張慘重 被包抄殺掉非常多的魔術圖記 魔術圖記被殺了一半之後 才發現自己已經大大臨頭 只能撤退 但是肉馬還是往前送 反正我就是肉而已 我就是一隻 一團會呼吸的肉 貢馬表示 我就可以送 但是你不能送啊 也是牽了黃金的肉啊 不一樣 好 那這邊有更多的魔術圖記 在家裡做生產 這邊大風車也終於補下了 但是上方的一個經濟資源 已經被抄掉了 那蒙古只能節節敗退 要等下更多的肉馬出來 那我可能去換掉對方的經濟 但是這邊斯達夫已經開始 轉出步兵路線了 連大級兵也在升級 那大級兵數量過多的話 可以戳掉一堆肉馬 跟肉頭之外 還可以戳掉這些 魔術圖記 如果能貼得到的話 魔術圖記 打這個級兵速度是非常快 OK 這邊還清車 被打掉了一台 這兩台 開始在拆除右邊的一個城堡位置 正面上方 城堡也開始補下 這裡要空間下發的城堡 這邊城... 喔 巨型頭司機數量有五台 這個揮爆開的瞬間會很快喔 因為城堡沒有加強 血量只有4800滴 開始啟發巨型頭司機 但是有幾台沒有在輸出 好 那這邊更多肉馬補過來 是值值值的肉馬 非常多 雖然右邊的城堡可能會被你拆掉 但是你插我一座城堡 我也插你一座城堡 兩邊的城堡互拆 這邊決定用肉馬扛陣線 黃金版補下 專防三攻都點了 好 那這邊很明顯 對揪斬非常有力 那現在蒙古要打贏這些大肉馬的話 可能就好是要補一些肉馬 當肉盾會比較好 哇 這裡還有洞 直接殺了進來 駱駝過來擋一下 駱駝打肉馬的速度還是很好 好 正面直接原地拆火 駱駝躺了非常多的傷害 但肉馬實在太多了 還是已經全身吃掉了一些駱駝 後面好車子在中招翔 但來不及遭到 右邊這邊直接用肉馬去打衝車 這邊駱駝躺機直接開拆 想來阻止衝車的一個進攻 這邊衝車撞個兩下 就可以把這些駱駝躺機給拆掉 哇 血浪掉非常快 再一下 哇 三台直接被撞爛 但是這裡有得加布的衝車的關係 所以跑速很快 可以再撞到嗎 哇 很可惜沒有 好 但是這邊的肉馬直接串人進去 非常多的一個肉馬 直接開始殺村民 後面這邊駱駝也全部倒地 剩下兩隻駱駝 蒙古土機的數量還是非常多 差不多有三四隻 所以目前還是可以抵向對方的一個蒙古土機的 好的 現在還是沒辦法抵抗這個武器的蒙古 所以還是只用肉馬 這邊用肉馬的話可能會有點尷尬 因為一直會被封車 但是這邊殺夫肉很多 所以一直送其事也沒關係的 而且這邊經濟確實被殺的有點多 剩下七十一村了 村民數被下降了很多 左邊這裡大量的村民在種田全部被抓掉 蒙古瞬間BBQ 好 第一波結束 第二波開始慢慢補一下經濟 那這邊村民村只剩下六十八村 經濟很慘 這一波進去確實傷到了蠻多東西的 由於現在斯拉夫的工程器 剛剛都被蒙古土機解掉了 所以暫時沒有外換 那這時候可能要先把家裡稍微圍一下 然後再繼續加強自己的經濟會比較好 但是我覺得現在我也可能有點來不及了 這裡可能還是要專注先把經濟弄起來比較好 這邊要來撿銀金 然後村民直接爆打一波 然後後面有肉馬 直接砍死兩村 哇 左邊這邊經濟 直接被斯拉夫拿下來 這邊偷挖金礦子村民也被抓包 再下城堡 哇 羅斯堡也數量很多 一二 哇 數量真的很多欸 現在斯拉夫的城堡總共有四座 除了是第五座 呃 蒙古的城堡一座都不剩了 全部都被拆光了 所以現在要出蒙古土機也不可能了 這邊只能轉出肉馬 還有這一座也可以入馬升級 清騎兵加上這個練鎧匠 好 村民村民想逃難 但才是直接被抓掉 村民村一直騎不來 村民村明顯已經差距了一百村 一百人口 一百人口 但正面這邊蒙古土機傷害還是很高 所以一個操作 還是可以抵抗住對方的一個肉馬進攻 但鱷托還是陰身倒地 冤惡法沒有好 被砍的傷害也是蠻高的 好 這邊直接分兩隊 左邊直接過去 但這邊可以收村 村民村並沒有很多 好 這邊再往下跑 這邊再繼續收村 怎麼辦 斯拉夫這邊到處遷徙挖資源 好 這邊直接用肉馬拆掉了一座TC 洪湖的經濟越來越慘 只有66吋對上128吋 這邊在積大量的貴族鐵斜 貴族鐵斜 貴族鐵斜數量來到了蠻多了 哇 攻擊力18 14加4 遠防7 近防11 有夠硬 好 右邊 右邊有更多肉馬拆進來 這邊應該只是探查而已喔 但Jordan這邊好像並不知道 MBL這邊經濟是非常慘的 已經快沒有東西可以打了 好 這邊蒙古突擊 過來看到村被追殺 過來救一下 這邊還有駱駝 好 肉馬拆出來 好 但是這邊大軍開始往前壓 巨型頭時機只有一台 數量有點少 獻騎兵數量開始多了起來 那這邊血量來到98滴血 98滴其實很算是一個很不錯的肉盾 這邊肉馬可能要多一點 那村民好再繼續按 我怎麼覺得Jordan在給對方機會的感覺 這邊沒有積極進攻 反而是在囤這個貴族鐵騎 這邊應該會再按幾台巨型頭時機喔 做一個強攻的路線 好 那剛剛進來一波喔 所以現在Jordan已經知道了 MBL一個精進狀況喔 農田都在左邊部分 右邊有大軍 右邊有大軍 所以這邊決定把左邊的軍隊拋到左側 看來是要來直接強攻這個地方了 OK 中型頭時機開始升級 看來是要砸掉這一波馬弓 好 這邊走出來會抓到巨頭嗎 沒有 抓到一隻生旅 哇 這邊巨頭子已經很害怕 瑟瑟發抖 左邊利用一些肉馬去吸引對手 後面藏了主力的部隊在後面 釣魚戰術 這時候MBL決定要讓這些肉馬 直接跑到Jordan家裡 但家裡其實任何防衛洞沒有 只能收村 肉馬到處跑 哇 伊存都沒抓掉 很尷尬 這邊應該可以抓到伊存 這邊經營人脈為患 那裡武下一個城堡 想來防守 左邊這個位置 數量越來越多 但是洞只打出一個洞來 紅木途徑已經蓄勢待發 在旁邊一直旁側射擊 下方有更多落頭怪來結操 這邊直接大軍入區 怎麼辦 你傷害我我也傷害你 互相傷害 哇 這邊大量的村民也是直接被砍爆 但這個蒙古主席的攻速非常快 這邊的肉馬有點擋不太住 更多落頭過來回救 上面的村民也是被砍了很多次 只要三下就可以砍死一隻村民 貴族鐵騎的傷害非常高 貴族鐵騎直接敲爆這些落馬的頭 貴族鐵騎雖然遠防有7 但是被這個馬弓刺到 傷害還是蠻控的 哇 直接倒地 遠防7 但是蒙古精銳突擊是12攻 所以射一下 還有這個5滴血 好 但是城堡應該是要博妙了 馬弓慢慢走過來 看這邊這輪狂突然又回頭 這邊又吃了非常多的箭矢 馬弓直接走過來 但是這邊 幾兵也走過來 幾兵可以來戳落馬 跟駱駝 哇 這邊突然又打贏 好 但是中型偷使機已經過來 哇 是重型喔 不是中型喔 很重的那種喔 要開砸了嗎 中型偷使機 臨死砸一發 來不及 這邊砸一下 沒砸到 這邊想要用少量的馬弓去做操作 哇 還嗅到了 嗅到兩台 哇 還不錯 這波三個蒙駝突擊換兩個頭車 不虧 這邊直接砸死自己的馬 哇 哇 砸死自己的馬 這個就是投死機難用的地方 你沒有再操控的話 打劍咕嚕可能會砸到自己的單位 這邊投死機 想要砸一發 哎唷 砸到了 這邊很關鍵 能不能砸到 好 肉馬過來 我們出去秀操作 直接射掉一排 去 挑一台頭車 頭車這邊再秀一下 但沒有辦法秀到之前 就直接被射掉 提供器非常好 秀了一波 但後面有更多疾病毒的過來 肉馬全部倒地 阿公只能後側 這邊 這邊就等 經濟實在太好 兩千斤 兩三千 肉 對邊用經濟器就可以淹死MBL 但是MBL的村民術也拉了回來 一百四二村 猴子車數量很多 三台 沒想到MBL經濟還可以回來 我還以為他一次就倒了 但是看起來這一波也快守不住 城堡棍已經在蓋好 這邊再開始慢慢補 蒙古圖技的數量 蒙古圖技想要打誰都可以 打疾病 打肉馬都OK 打頭子車也OK 但是要秀一下操作 那自己可以再考慮 再出一些肉馬 當肉盾擋就可以了 好 左邊這個戰區很激烈 但是已經傷到了一些經濟了 這邊的農田幾乎是不能去採農田狀況 哇 這邊差點砸到 這邊秀得很好 又需要掉一台頭子車 好 蒙古圖這邊也在想辦法 要來給MBL最後一集 那最後一集哪時候會充現 這就很難說了 這邊MBL很努力的去跟對方換經濟 這個資源越換越多 頭子車會被換掉喔 哇 直接射爆 超快 這邊一直有兵在燒囉 好 雪晶屋城堡範圍 蒙古圖技 數量也越來越多 還到33隻 欸 好像沒有更多 但是這邊蒙古已經賺金了 0黃金狀況 這邊只是在落盲抵抗 相對來說 斯拉夫這邊經濟非常好 還有2700金 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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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殺老賊在砍伐木場 不知道為什麼 直接白給 好 這邊也殺到非常多的村民 MBL能伐木的木區 只剩不多了 右邊木區也可以伐 上面也可以 但上面一直被騷擾 這一波洛馬在進來 可能要挫賽了 很多洛馬往後追 那正面呢 正面會不會偷偷進攻 這個就是釣虎離山之際 Q洛馬進去 騷擾個一波 然後正面投資機 開始架起來 好 看來是用這個策略 沒錯 洛馬圖技 數量來到了非常高峰 36隻 好 這邊解決 洛馬的數量還是非常快速 偷偷偷一半已經達到 好 正面修個一波 解決非常多洛馬 那正面這邊的釣虎離山之際 能達到嗎 來看一下這波操作 投資機 沒達到直接爆開 這邊找到一方 但也找幾洛馬 看這個城堡掉了 還能守嗎 這是蒙古最後中城堡 最後的希望 這個希望 瞬間被瓦解 沒了 臨城堡 沒有城堡 就沒有蒙古突擊 沒有蒙古突擊 就沒有中間力量 你的阻力就這樣子被消滅掉 斯拉夫 後邊打正面 有做弱的事情 就是把你的城堡全部拆掉 最後再用一個洛馬 淹死你 撤離得非常好 看這邊 最後的MBL也打得非常好 把後面的投資機全部砸光 用自己的大洛馬 全部吃掉了 第三個一台巨女投資機 巨女投資機也被射 才會射爆 快就爆了 這個城堡也架不起來 看這邊摩古突擊被追殺 後面沒有城堡可以防守 只能稍微勉強到PC附近 然後直接回頭打一下 現在只能靠蒙古突擊的射擊 不能再靠城堡 所以這邊如果蒙古突擊 沒有前鋒的話 會打出GG 這邊洛馬出了411隻 非常狠 來看一下經濟好了 經濟部分 果然是斯拉夫權益 這個經濟很慘 MBL左邊那一波被抓掉 有點尷尬 但沒有辦法 那時候的蒙古還沒有成形 所以大軍還沒有出來 所以沒有辦法抵抗左邊的進攻 那右邊也是被開了一個洞 那衝車也在努力拆那些箭塔 但我覺得這一場 Jordan的箭塔騷擾也做到了一個 不錯的一個牽制效果 前期騷擾很成功 中期這些箭塔也是讓MBL 去想辦法用衝車去處理 但是也花了蠻多手速去處理 導致左邊的一個地方 沒有好好守住 就是這個位置 這些位置都是因為 他在拆家裡的箭塔的時候出事的 那也沒有第一時間 把這個城堡數量續起來 然後趕快出蒙古圖記 一直在去轉其他單位的關係 那我覺得應該是不能轉駱駝 因為畢竟駱駝也吃金 那也不如把這個黃金 全部投資在蒙古圖記上 直接出羅馬就可以了 那駱駝雖然去追對方的一個大羅馬 是比較方便的 但這個黃金量 這張地圖就比較少一點 所以再出更多黃金的話 可能會讓自己陷入泥沼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